这送的 送的茶具 这两个小碗 喝茶的茶具都有 用这个杯子喝吧 用到杯子 挺好看的 咱们现在开始喝茶 嗨 大家好 今天到了两款茶叶 这个是158瓣子 送的茶具 这个是158亿斤 这样的两盒 一盒是半斤 正好差了一辈子 其实四姐不怎么懂茶 但是到朋友家去喝 这个小青苔觉得很好 另一个是在看直播 说喝这个 一个是胆固醇 当时大夫也告诉我 说要喝点茶 还有山楂 这两种 让我多吃一点 这两种都是小青干 这个送了一个 试喝的 先把这个试喝的 打开一下 在直播上听 说是吃多少拉多少 排便排得好 喝这个 一打开这个味就好闻 满满的这种 这小青干的味道 打开这个味儿 真浓啊 马上就下颜色了 看这颜色多好看 老李过来喝茶了 来 帮我品尝一下 我这个茶也怎么样 你怎么还买两款呢 对 咱们做个比较 一个是158亿斤 一个是158半斤的 尝一下 老李不做评价 咱们一会儿再比较一下这个 你第一泡 你喝不出什么东西了 是吧 小青干能泡20泡也不止 对 他说泡20泡 颜色还是这样 第一泡基本上就是这个 小青干的味道 橙皮的味道 是吧 不是在家喝喝茶挺好 那咱们来第二泡啊 我觉得第二泡颜色什么 肯定还是一样的 越来越浓的 第二泡更浓了 肯定是第二泡浓了 嗯 我没想到这颜色下这么快 看 这颜色 这里边是手骨 这小青干是新会产的 这个颜色艳的 有点像红酒的似的 这个第二泡味道更浓一些 更香一些感觉 第二泡是茶的香味 菠尔薯茶的味道 挺好的 香气更浓 嗯 一开始应该是 吃那个便宜点的好的 喝了好的 我怕这个便宜的口感不太好吃 我买这两款的 平价都是非常好的 这种茶不光讲究这个 茶也要好 而且这个清干也有讲究 这清干是新会的 新会的也有好多种 有一种它是和那个柠檬价介的 那个价介里头可能这种就是 我看一下这个和这个便宜的和贵的有啥区别啊 小啊 国力就小啊 这个小 这个便宜的就是小 现在再冲一下这个一斤的啊 这是第一泡 第一泡呢 颜色都是浅的啊 嗯 这个味道好像不如刚才那个浓了 再闻上这个 哎呀 就是这个小清干味道特别浓 这个好评是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好评是达到百分之九十二好像是 这个已经冲了两泡 这个味还是很浓 又香用 就是甜滋滋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淡一点 我先把第一泡倒了啊 我再看这个第二泡颜色下来 深不深 看样一份加一份货 哎 这颜色也下来了 这个颜色差多了 它首先是什么 里边的茶叶就少啊 然后它的小清干也小 所以说它的颜色肯定就是要淡一些的 看看这是第二泡 这个颜色呢就差了很多 真是一份加一份货 颜色差多少 这个是158一斤的 这是158半斤的 我再喝一下这个啊 跟这个一比 味道很淡 我现在打开这个圆包装 让朋友们看一下 这两个有啥区别啊 这个茶叶呢都是有试喝的啊 这个呢你喝一个啊 尝尝不好呢 也可以退的啊 这个里边是这样的啊 比较一下啊 光这个就差多少啊 就差一半吧 我对茶叶不是很懂 但是呢 咱们就看着好评 买茶叶的里边肯定是有懂的啊 我现在呢 这个小的我就不喝了啊 光喝这个了啊 这是第五泡啊 看这颜色 还是差不多的啊 味道还是不错啊 这是第十泡的啊 第八 第九 第十 这颜色呢 和第八泡吧 没有太大的区别 每一泡里边就是两小杯啊 这是第十四泡啊 颜色呢 就有点淡了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煮一下啊 因为这个小清单啊 它的味道完全没有出来 把它放在这里面 其实现在还是有颜色 牛猪煲汤 茶 茶叶啊 咱们就煮茶吧 所以说推荐这一款 一百五十八 半斤的啊 然后它还送茶具 实际上呢 别看它是半斤 但是它抗充 它的品质 所以说还是挺直的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有喜欢喝 小清干的 可以下单试一下啊 它这个还是有试喝的 好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